你认识铁工这个行业吗 在装修时 他们总是最不显眼的一群人 铁工曾文昌 用高铁般的意志与专业赢得了掌声 欢迎收看经典.tv 大家好 我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王志宏 在我们这期的匠心独具 有一个很大的标题叫做大铁工时代 实际上什么叫做现代的一个铁工呢 如果想起铁工 我小时候家里对面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叫做打铁的 它的外号叫帕迪亚型 它是用一个很大的机器里面 扣扣扣 它主要是敲那个镰刀 荣田里面需要用的这些工具们 但是现在的铁工呢 可不再是如此 现在铁工 出名的铁工 它有自己的部落格 它是作家 但它做出来了所有的铁具 那是赢得所有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赞赏 在我们这期谈这个大铁工时代 有两个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曾文昌 文昌兄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曾文昌 绰号穷威 是标准处女座 O型的铁工 经营永生达金属工程行 从事铁工行业 至今三十个年头 驻有做铁工的人 将铁工人生 与做工细节一一记录成书 第二位就是我们这一篇的专注 经典杂志副总编辑 我们的世卫 世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世卫 东武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 现任经典杂志副总编辑 文章曾获金顶奖专题报导奖 福伦社公益新闻金轮奖 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金轮奖平面报导奖优等 那个其实磨不过去没关系 但是这个要磨过去 凹黑的 对对对 铁皮屋里巨大的机械声 不觉于耳 曾文昌带着四个师傅 正连日赶工 一座用铁片编织而成的 金鱼后车亭 其实最难就是骨架 你要把它做 不要说拆太多 然后最起码要像 然后再来就是编织这部分 金鱼它是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形态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出流线型的话 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在 用砂轮机把铁片尖锐的边缘 慢慢磨平 在综合胶织成二乘二公分的网状 原本客户因为预算考量 只打算在尾棋铺强化玻璃 曾文昌却提出 用铁片编织整条尾巴 追求完美的个性 让他多花了几万元的材料费 随意堆叠的话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 可是你今天做编织的话 它就有一定的工法 包括我们里面的间隔 里面的空洞 就是保持要在两公分 所以我们每个洞都是两公分 那你今天随意堆叠的话 其实就没有什么工法 就是你就把它铺满 就好像稻草把它盖上去 让我感觉是一样的 那我常在做一些傻事的时候 比如说多做一些给客人的时候 那时候变成你该赚的钱没赚到 这时候当然老婆看到那数据 就说奇怪 你明明就拿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为什么没有看到钱 少赚没关系 但是不要赔 那你不要说 我为了要赚钱 然后去透工减料 打铁的手 在下班后又拿起滑鼠 曾文昌把三十年铁工经验 分享在部落格 让铁工更贴近民众生活 我只是一个比平凡人还平凡的人 三十几年的奋斗 我赋予无数作品 应该有的美丽与傲气 不要那么少我的人 都露出满意的笑容 只要我的手还有能力拿起 汗枪的那一天 我就不会放弃继续追求属于我的光芒 社会什么叫做大铁工呢 铁工的现在也是可以小到像金工 但是铁锯也不一定要大 用大的意思是怎样 其实我先说明一下 它其实原来是一个社群网站的名称 是由包括真仙在内的很多的铁工 他们组织了一个就是 有点是技术交流的这样一个网站 可是另一方面 它其实也是一种宣誓 因为我们知道说 家里如果有状况经验的 其实在过程里面有很多工种 有木工 有水泥工 有这个水电工这样 那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其实铁工其实一长 长期来是被忽视的 甚至是有点看清的 可是经过这些年 一方面是说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是 有一群像真仙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觉得说 他想从技术上去赢得人家的技术 所以我们觉得说 其实这个大铁工时代 它即将会来临 是 实际上过去 如果有机会去欧洲看华 那些城市里面很重要的 除了它的一个建筑之外 它那个铁座是很重要的 铸铁 窗花 雕花 楼梯 甚至电梯 这都是以前可以展现出 很好的铁工的一个技艺 但是就你来讲说 现在大家开始做的 比较后现代的 极简的 极简的一个装潢模式之间 铁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可以把它插亮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来宾就是 我们的文昌兄 实际上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经营部落格呢 早期会经营部落格 是因为生活上 生意上来源的问题 对 然后我是无心去碰到部落格这块 然后我发现部落格 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的工法 还有你对产品的一些要求 把它给详细的叙述 让消费者更清楚的了解说 原来我该铁皮屋 它其实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它其实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细项你要去注意的 所以这也帮助说让我的生意上更稳定 所以我当初在经营部落格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粉丝 或一些他们会去 焦点会放在这里 然后也更了解说铁公其实 并不是你想说那么单纯 刚刚讲过龟毛了 这个龟毛跟我现在 我过去所接触的一些工班们来讲 接触的十个里面大概有九个半 跟这个龟毛大家都扯不上关系 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人格 但是某方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隐忧 也不要隐忧叫实际的忧虑 你一看这个地方 不够好 我再多加一 很多事情会因为你的加一 或觉得加一不够 加二 加三 加四 来把这事情做到更完美 那一地连串的这样下来 那还定有很多的冲突 在现场很多冲突 到最后的焦工日期的延期 这样的状况 你怎么去圆满这件事情 其实自己的心理是最先要先去克服的 因为我是一个生意人 那利益跟完美的作品 放在天平上的时候 通常人家会去选择利益 可是对我来讲的时候 其实你要作品完美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不能选择利益 所以我告诉自己说 其实利益你要先放在旁边 你要先把东西做好做满 所以当我这样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在做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去考量这些利益 自然就会做得是非的完美 那像我们会常做一些同行的业者 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他们也知道 比如说我们拉门装好之后 我们会请师傅 然后稳结 然后去把它布里擦干净 然后包括地板 我们都用抹布去帮人家擦干净 这跟一般人做法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一般的业主 他们看到这一块的时候 都觉得你好细心 他会把我们归类成细工 其实我们做的只是做这一部分而已 人家就把你归类成细工 那其实这种东西 我也在部落格跟我们同业 跟消费者大众讲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态度 对自己职业的一个尊重 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 对啊 那我也希望说 它可以引起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 所以我们开始在讨论 要做这个将军独具这样子的概念 本来就是回到一个我们台湾过去的这些将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个将心独具 就是他那个将心 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可能在这么多集的爬梳之后 像曾文昌就变成一个很典范了 是不是 对我真的觉得是 因为我们将心独具一系列的写下来 有时候我们会找 比如说他是在艺术领域的 那艺术领域基本上 它跟生活其实是 它的连结有 可是比较少 可是我觉得像 不管是水电工也好 或者是铁工也好 这个是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 都会接触到的 那其实所谓的美感 或是对精致的追求 对这个认真的态度的追求 其实就是生活上的这一些点点滴滴 都能够达成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台湾整体的素质 就会得到提升 所以这也是我最佩服曾先生的地方 是啊 但是实际上 你这样子很龟毛 利润不见得够好 但是相对你还是有一大堆门徒 大家会因为这样进来 他们看到这个大环境 觉得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怎么来跟你这些 这些徒弟们 跟你的同仁们来相处 其实我在收徒弟 我都会 第一个当然我会看他们本性 看他们是为什么而来 然后在我要教的 第一个我是先教那个态度 才是教技术 因为我觉得态度决定一切 你如果态度不对的话 你学什么都会 不是像我原本想的那样子 所以当初他们来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说 你要尊重你的职业 甚至你要在大家面前 你敢大声说 我就是做铁工的 所以当我觉得我关书我自己一个观念的时候 做铁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技术性的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它学也是要学好几十年的 其实很多场合 有时候跟大家介绍你的职业 很多同行甚至他不敢开口说 我就是做铁工的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不敢讲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 你不爱你的工作 你不尊重你的工作 所以你连说 我是做铁工的 你都不敢讲 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 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丢了 当你尊重你的职业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就会职人的那种精神 那种表现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在教导这些 我的学徒 我的那些徒弟的时候 我都跟他讲说 做铁工并不可耻 虽然他是工人 但是我们可以像日本一样 像德国一样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打人 就是你走到哪边 人家我们有穿制服 人家就会 这个就是哪一间工厂的 他们真的相当厉害 就是相当专业 他并不丢脸 对啊 所以我都会跟学徒这样讲 然后用心去学这一块 把态度给导正过来 像这个啊 这边你就把它整个都烧起来 然后你要烧顺 比较利利的 像这个手机的 再帮他点顺一点就好了 可是我遇过这龟毛了 吹毛求智 公分再下来的单位 就是米粒 他连半米粒都会要求 不能有 就是要完全整 那就是这样 他家已经模这样子了 你再把它修到平就对了 刘启阳是曾文昌的大徒弟 曾经受不了曾师傅的 龟毛性格而离开 没过几个月后 却自请归队 第一次看到老板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跟我认知的传统产业的老板不太一样 相处起来比较不会像其他传统产业的老板 可能眼光丽丽都只放在一开始 可是不会放到以后 你可以换姿势 另外一个徒弟 陈玉佳出生铁公家族 不顾爸爸的反对 拜曾文昌门下 自己心里也很矛盾 因为毕竟在台湾嘛 我会觉得 你在怎么做 你也就是一个做工的 然后你能做到几岁 因为我比较属于会钻牛角尖 虽然就想说 不然你先来试试看 他真的不行再说 他就一做就 被老板影响了 因为他做铁公还可以 出书 然后上节目 然后我们就是会觉得 其实做铁公也不错 在这里你会找到 对自己的职业的认同感 这一天 曾文昌跟徒弟 特地送一个桌角 到新竹谢太太家 现在高度应该比较刚好 高度比之前好 而且比较稳 因为他现在脚拉长一点 曾文昌帮谢家装修 快一年的时间 家里的大门窗户 楼梯甚至是 书柜都由他一手打造 因为是我自己说的高度 那错误是我们 不在于他 那我们就觉得 好 就这样 我们就接受他 可是曾先生一进来 就觉得那个比例 是完全不对的 然后他就主动开口说 那我帮你把它换掉 曾文昌对作品的龟毛 不止桌角高度 为了不让客户摸到 悬浮楼梯很丑的牙纹 多花一次工序 先把楼梯装上 对位置 再拆毁工厂进行制作 盖一个房子 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困难 它是唯一让我们放心 就觉得好幸运好幸运 可以找到他 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 刚才你讲的这个态度 但是当一个达人 他在技 技巧上面要非常非常的特殊 现在有一技之长的 你的技怎么来捉摸出来 技巧的话 我们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个人的技巧 就是取决在态度上 你要不断地练 比如说我们在抛模 我们在焊接 你要不断念 我现在只能教你入门 那其实很多东西就像写书法一样 你要写得漂亮 你说是每天念 每天念 都没有什么不二法 那再来就是你组装的时候 还有你安装上的 就是关系到你的态度 因为其实我是对事物上非常要求 包括它一举一动 所以一开始 当然有些学徒 他们会没办法去适应这块 因为其实我的言语跟以前 我老板在 我的师傅们在教我的时候 以前那种是不太一样 以前有打骂教育 可是现在我们都 我都是用那种 用劝说的 当然我比较啰嗦一点 我就在旁边这样躺山脏 在念中空一样 对 他们就觉得很烦 而且我的话可能会比较 比较一针见血 可能会比较独一点 可能有些学徒就会送我 是 实际上 师傅你也很清楚 在做铁工的时候 大家过去整个 大家对这个铁工 不会把它当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也不会 当然是尊敬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在你看过 文昌兄的一个作品 跟他经营 跟他客户的关系 跟观众朋友简单地说明一下 好 其实就像刚刚总明提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年代 其实大家表达自己的管道非常多 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所看到 跟实际上的状况 或许不是那么一致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抱着很质疑的态度 真的吗 你真的有那么龟毛吗 真的吗 你真的对自己的作品这么要求吗 那这样的质疑其实直到我们就是说 因为你在他的工厂里面你是看不到的 看不出来这样 你是看不出来 可是你要到了他的那个作品的现场 那很感谢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去造访了几个 就是在新竹宝山的几个民宅 是 比如说有一个那个谢宅 他那个悬浮式的楼梯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着地的 他着地的地方非常非常少 可是当你踩在上面的时候 就是如履平地 你完全没有晃的那种感觉 那后来才知道说他为了要去让他就是有那种漂浮空中的感觉 可是却是踩在就是扎扎实实地上的那种稳定 他其实那个螺丝 那个玉满螺丝 他是算了又拆 拆了又算 直到就是说那个整个完全符合力学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初在报导就是征线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也是 因为以前的对铁工的印象就是铁皮屋 铁门 铁窗 那会觉得说然后尤其又是制式 你不觉得说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可是当然就是跟整个室内设计那个工业风开始吹起之后 他们的舞台就出现了 所有过去有长期自我准备 自我锻炼的人 他就找到舞台了 是 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新普国小这个大门 你是从原始的怎么样后来感觉变成这个样 原本其实当然艺术家在设计这一块的时候 因为有预算上的问题 所以他有很多铁板它其实造型 它是薄薄的三米里的造型而已 所以我就用了两块两米里同样雷射切割 然后就把它拼起来 对 我把它做一个假厚做成三公分厚或者是八公分厚 所以里面它在做骨架这样子 是 当我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包括当时艺术家那时候他也不知道 直到厂宴的时候包括跟校长来我们工厂看的时候 他说这个曾老板那不是应该是三米里的为什么变成三公分 我都在解释给他们听 我说三米里在走动的时候它会晃动 是 其实厚度有厚度的时候它做起来会更漂亮 那我愿意牺牲我的利润去成就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东西产品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也不会去要求追加 要求什么相关的那种 所以校长跟艺术家他们听了就非常的感动 我说怎么会有一个风子一个傻子说做公共工程 他会愿意这样做 但是某方面你看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大门前面拍照 对 实际上思维来 这个是你一直回来一直跟我们讲的 你还这个溜滑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心里都有个梦想 在家里有个溜滑梯 那这个也是争先他的作品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设计师设计 设计师跟屋主设计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工法还有就是他就是 其实铁件因为它重 所以它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照片的背后大家比较没有看到的是 在它的这个应该说右边的这边 其实它有两个单杠 对 那一般的话那个可能就是当屋主有要求的话 这个铁工他可能就说那你要两个单杠 我就给你两个就是最便宜的不收钱 可是真仙他是把那个铁条这样子磨了又磨 然后他修饰再在修饰 悟求就是说他在载重 还有他就是握的时候 他是好握的 然后不会伤害到手的 是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是啊你好像比一般人的 都会被人家想得很多 我其实我在做我的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细节是最重要的 是 是 第一个我会去考虑到说业主的一些 是 他使用上的一些安慰 就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包括这个溜滑梯 是 当初建筑师在画的时候 他其实 他就是很简单的构渡 因为其实建筑师应该也没有做过溜滑梯 对他也不晓得铁工的一个构渡 所以当初我在做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说 他溜下来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缓冲区 是啊 比如说屁股不能直接沼地 因为有时候是小朋友在玩 怕脊椎去受伤 所以光那个转折出那个缓冲区的时候 我跟师傅试了又试 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业主都看在眼里 是 所以他其实他会觉得说 我这个举动他会觉得很感动 是 对对对 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 那个吊杆就是业主要健身用 是 其实那个是赠送的 那赠送的东西 一般的红业的话会觉得说 青菜做嘴跳 对 可是我觉得说 你前面已经做那么漂亮 那后面再随便做 其实他反而会成为一个瑕疵 所以在我观念上来 当然他应该是要符合他眼 应该要更完美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 在上面我们做的抛光 然后稳定性 还有安全性上 当然也都要考虑得到 是 这个丢滑地是很有趣的一个结构 但是我看到那个窗花 像做这个窗花 那个形状 是你自己是想的 还是业主做的 然后他怎么去结合 你从哪边学这个事情 其实这种窗花 其实是在很早以前 我们铁光老师 以前老的人才有 那是最近的时候被大家找出来 那这个像这个窗花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客制化的东西 那我也希望 业主他一直希望 在他们的新家 加一个窗花的东西 是 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不一定要按照 网路上找的照片 你可以自己设计 自己画 对 然后把窗花的元素 加进去就可以 结果业主就很开心 他就画了一些图给我 那我们就是在线上 我们就做讨论 然后就帮窗家做出 他喜欢的模式 是 实际上 他是一个跟我们过去 世慧自己家里也做过 专门我也做过 他是跟我们所接触的 所有的空班 是异类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很难得 是 而且就是 其实我这次采访的真心 我自己最 两个部分最受感动 当然是他的认真的 在技术上面的专注之外 那方面其实 因为他后来自己 成立的铁工厂 就像您刚刚讲 就是说你也是一个生意人 那我觉得那个是 很真实的挣扎 是 你要在就是 不能亏钱的状态之下 又要求东西好 是 那我觉得他其实为自己 找了一个平衡点 是 我听懂 因为实际上铁器本身 就是存留的时间很久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步 是帮人家想了很多的时候 然后把它决定 把它做得好 跟这个器材 跟他自己的物质 本身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样的概念 实际上是 我们正需要来 来爬梳 来告诉给大家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 职能 达人的工作精神 是我们在将军途上 所觉得我们需要 继续去挖掘的 所以实际上 这个大铁工时代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一个尝试 也祝福你顺遂成功 有兴趣可以找他 也欢迎下次同一时间 去收看我们的经典.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